先说星巴克事件 重庆星巴克 有警察坐那被轰 完了之后呢 造成了很多不良的社会影响 第二天呢 就有人自发组织 往那扔鸡蛋啊 弄花乱七八糟的 我跟大家呢 简单的告诉大家 这件事我跟了分析 这根本就不叫事 这就是有关部门 对不起 有一些其他的组织 开始要带节奏 要掩盖一些其他的事 首先星巴克 是一个著名的 美国来华的企业 每年有大量的税 它的生育也非常的良好 受到了广大 中国上层 中层老百姓的喜欢 那有什么说什么 每年上万名 星巴克的员工 那么上亿的税收 都上交国家 所以呢 它是一个还不错的企业 第二 那边 警察 警察是什么 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工具 机器 那么在我们国家 谁能得罪警察 谁能得罪 没人 中国任何一个企业 没有任何一个企业 敢跟警察什么 地隔 抬杠 闹 闹情绪的 你们明白吗 所以 MVT 很多款式越来越少了 大家呀 预购从速 还有菲利普的测压仪 测新率的 那么比京东淘宝上的 都便宜 大家可以呀 扫码购买 性情办法 扫码购买 MVT 所以呢 这个事 东哥预测 今天是17号 两天之内 这件事摆平 完了 就没事了 大家说 东哥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事 本身就不应该出来 本身 是有 这些 不良的 组织媒体 来炒作的事 这件事压根就 没有什么事 两天 今天17号 18 19 19号 闭媒 没了 所以呢 网友们 朋友们 不用再关心 这个星巴克事件 也别给那帮人口舌 也别给他们机会 炒作这事 星巴克 是相对来说 合理合法的一个 独资 还是合资 企业 大量的中国员工雇着 大量税收交着 跟中国政府 政府的关系 搞得非常好 一面 是人民警察 没有任何一个企业 敢得罪他们 对吗 要想东哥是 东哥老老实实的 绝对不得罪 所以这件事根本就没有事 那么重庆警方也辟谣了 也发声明了 也说没事了 星巴克官方也辟谣 也发声明了 对吗 你们看 下面这两天 肯定星巴克他们也请公关团队来摆平这事 两天这事完 警方更不想跟这种大型的企业闹僵 或者是发生冲突 绝对不可能 这件事就是一个无里头的事 就是有个别的 不要用心的团体来拿上事来炒作掩盖其他的事 你们也明白我说的其他什么事 懂了吗 所以 星巴克这个事 大家不用再多说了 感谢大家支持 眼镜芳新的墨镜 一堆一堆的 新款 一堆一堆的 完了呢 我跟他们也争取要些优惠 大家呢 可以早买联系 完了购买 完了 多要点优惠 多少都有点优惠 还有新的这个雪橙什么的 新的雪橙书的水果 我吃了一个 不好意思 刚才我同行录的节目 大家呢 也可以品尝 还有榴莲 还有凌叉瓶的包 有很多东西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可以呢 一直买一扫码 还有喝的 什么都有 东哥的小店 扫码支持 谢谢 谢谢 大家得截图啊 行 所以 这个事 本身就不要事 别有应心之人弄的 大家也不用在乎 千万不要把你们的很多事都关注到这件事 这件事屁都不算 大家自己想想 这是我的个人的认知 比弥万岁